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做了一个透明的支架 轮胎的安装呢 也是还原了电影中的两种形态 那在预告片的时候 阿尔西脚步是可以变出轮胎的 在地面进行一个滑行 布鲁克呢 在小腿后方安装了一个插槽 在人形的设定里面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又是安装到背部 既可以收纳到背部 又可以作为一个腿部来进行一个展示 整颗阿尔西的一个身形比例 我觉得这个是要比SS那款身形比例好很多的 如果你不在意变形设计 这款阿尔西呢 会比SS那款更好看 这个白色部分呢 是这种珠光色 在镜头里看的是非常明显 这个面雕呢 个人认为是最好看的一款面雕 既有了动画中阿尔西这种漂亮的脸蛋 又增加了电影线复杂的这种刻画细节 再加上触碰的时候 眼灯会亮 再来看一下这个大臂部分 它是偏粉一点颜色 和白色呢 又做出了相应的一个分层 再来说一下这个红色的板件 确实是让我个人很惊艳的一个板件啊 那这个红色呢 是泛了一些金属的光泽 可以看到在一些特定的角度上面 它这个饱和度是很高的 稍微是带了一些消光的质感 躯干部分呢 比以往的布鲁可呢 它是进行了一些削减 增加了一个腰部的延长 把女性的这种腰线美感呢 体现出来 武器部分呢 附带的一个球形关节的这个手型 探掌手 而且这个手呢 也是珠光漆的一个效果 整体的这种关节的阻尼感啊 一如既往的优秀 这一点是要给出好评的 大腿内侧呢 也是有这种枪铁色的细节 屈膝关节呢 也是做的非常大的一个弧度 而且呢 我觉得搭配SS比例 或者是单纯的就以一个人形来摆放的话 这款布鲁可的阿尔西呢 绝对是完全够格的 但是呢 小问题方面来说呢 就是脚掌呢 需要调整一个位置点才能进行一个站立啊 然后呢 特效件方面呢 跟阿尔西比较接近啊 是这种光线格杉 这个贴纸方面呢 也是早期设计啊 这种猪鼻子脸确实不是特别好看 简单看一眼就行 但是整个人形呢 还原度啊 方面来说是一点问题没有啊 我觉得这一次呢 应该是目前为止啊 包括主线的幻影 SS幻影和这个布鲁可 这款人形和细节的还原度呢 也是最还原的 那这一次标配呢 是一把泛指金属光泽的武器 安装的方法呢 也是直接插拔 那替换手型呢 也是做得非常丰富啊 常规的两个动动手之外呢 可以看到一对摊掌的手型 可以做出这种掐腰的动作 还有一个特定的一扬指的造型 我觉得这个造型手非常适合电影中幻影这种天黑人的这个风格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手型画面呢 也是给的挺良心的 细节的层次感呢 大家肉眼可见 就觉得这个东西 哇塞 这个细节量做得丝毫不肉啊 要想十厘米的这么一个家伙啊 这个细节做得这么牛逼 我属实是很惊艳 但是我还是有一个小的想法 如果说能把这个头替换到SS 或者是主线幻影的头上的话 我觉得应该会加分不少 头雕呢 是我目前觉得最还原的电影幻影头雕 整个分色做得是非常到位的 面雕方面是银色的 眼部是透明件 仔细去看额头部分呢 是有凸起的浮雕汽车人标志 这一点很屌啊 确实是做得很牛逼 脸颊部分呢 有这种枪铁色的一个涂装 那外侧的这种蓝色呢 是一点都不少 相比较于头雕大厂啊 这个真的是太良心了 后面的这个造型件呢 也是做出来 头雕呢 自然的一个转动 这种抬头下头的这种效果呢 也是刻画的非常好 而且呢 光亮一闪的时候 头部的这个汽车人标志呢 也凸显的非常明显 再看胸口部分啊 一个外字型的一个造型 仿佛是在能量涌动 这个也是这一次超越版 在胸口部分的一个透光设计 那胸口部分包括腹部的整个细节 包括进气格衫的细节 请把布鲁克牛逼打在公屏上 这个细节真的是吊炸了 肩部呢 也是还原了幻影正常的一个造型 这个的肩部呢 有一定的可能性 小臂部分的这种细节量 层次感 包括整个内侧的这个细节 做的都是非常OK 腰部呢 可以旋转 整体的紧实度呢 做的是相当可以 裆部的这个细节 包括臀部的这个细节 刻画呢 丝毫不马虎 顺便呢 给大家看一下背部 该有的脊椎刻画 刻线什么东西都做出来的 轮胎部分呢 是相应的这种枪铁色涂装 我上一次说它轮胎呢 有一个线位 希望它轮胎呢 能做出可动 那这一次布鲁克确实是听取了咱们民友的意见 做了这种可动轮胎 这个是要给出好评的 然后大腿部分做出了相应的分件 这个金属蓝色和这种枪铁色的分色做的很漂亮 小腿呢 其实没有过多突出的 两侧呢 有这种可活动的造型件 正面的细节刻画呢 包括刻线呢 都做得非常好 脚掌部分呢 是一个球形关节 保证了它的站立性 整款产品呢 我觉得细节呢 应该是目前人形最还原的欢迎 真的是希望 如果说布鲁克能听取玩家意见的话 把电影系的这个头雕呢 做成和海之宝一样通用的头雕尺寸 这样可以做一个替换的话 对于玩家来说呢 也是间接性的一个福利 所以这两款呢 我觉得都做得非常棒 那今天呢 简单的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